大家好,我是游子 菜园里摘了一大把的白菜 然后冰箱里拿了我春节的时候做的蛋饺 是冰冻的 准备今天做一个砂锅 蛋饺做完了你可以马上速冻 所以现在拿出来还是非常的新鲜的 做完你可以分几个小袋来速冻 这样你吃的时候只要拿一小袋出来就可以了 像百叶包啊,油面煎腮肉啊 你可以做了放在酥冻里边 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然后又要上班的 平时不忙的时候做 然后忙的时候就拿出来就可以吃 现在起油锅 我们要把菜放在油锅里先煸炒一下 然后开盖加一罐鸡汤 然后加了几块山药 我买来的山药呢都会去皮以后切断 然后酥冻在冰箱里 所以要吃的时候呢只要拿一包出来就可以了 接着把冰冻的蛋饺也放上去 大火让它们煮开 大火煮开后就转入到砂锅里 这个砂锅是我刚刚在丽莎兆那里买的 我觉得它的大小特别适合我 如果你家里人多的话你还可以放些粉丝 因为我觉得是太多了 我一个人已经吃不了的 煮食你可以随便放 你可以放面 也可以放年糕 甚至也可以放饭 就变成菜泡饭了 冬天你煮这么一个砂锅 真的饭跟菜都有了 我喝了几勺汤 哎呀那个鲜呢太好吃了 这是我买的煲仔饭的这个砂锅 我买的是小的那一款 我觉得特别好用 颜值也特别的高 烧饭烧菜都可以哦 来看看Sam今天吃什么呀 他烤了四个鸡腿 这个鸡腿都是事先把它腌制过的 然后正面烤15分钟 反面烤15分钟 就在空气炸锅机里420度 它是吃得非常健康的 再来看看他煮了什么素菜 每天就这么一个锅 然后里面有土豆胡萝卜 还有甜椒 然后放了一罐鸡汤 就这样 把它们煮熟了就可以吃了 新鲜的小龙虾我是吃不到 但是还能吃到这样的小龙虾 我把它跟年糕炒在一起 你们可以去试试哦 太好吃了这个啊 做起来也很方便 就把一盒全部倒下去 放一点水 然后加入年糕 多翻炒几下 让年糕露味 然后盖上盖 焖一会儿就可以起锅了 好像今天又煮多了 其实没有啊 这是花园里摘的这个樱桃萝卜 这个萝卜是紫色跟白色的 它跟红的樱桃萝卜不一样 口感是比较脆的那种 然后把它洗干净以后 放一点点酱油 放一点点盐 一点点糖 把它腌制一天一夜 然后再拿出来把它晒干 晒成萝卜干 今天我就要把这个萝卜干来炒毛豆 因为毛豆是冰冰的 所以我先放油里边 让它干炒 把那个水分炒出来 然后加入萝卜干 加入毛豆以后 我放了一点点红酱油 然后就这么炒 把所有的水分全部都炒干 这个萝卜干嘛 这个萝卜干嘛 特别的脆 特别好吃 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没有这个萝卜干的话 你可以去店里边买白的萝卜 把那个皮削下来 把它腌制一下以后晒干 晒干以后炒毛豆 它炒出来也是比较好吃的 但是没有我这个萝卜干那么脆 你看炒到锅里边只剩油 没有看到一滴水了 你就可以起锅了 这个萝卜干你可以放在面里边 也可以炒年糕 然后也可以炒饭 可以跟很多主食一起吃 Sam开了一瓶水果香槟 这是我们今天的午餐 大家跟我一样开心每一天 这是我们今天的午餐 Sam吃的是鸡 我是小龙虾 然后蛋脚汤 炒了一个萝卜 就是甜酸萝卜 Sam喝的是啤酒 又是一个好天气 开饭了 看看我在做视频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后面 冰啊棒啊 什么声音知道吗 Sam在干活 Sam把这个暖气 下面的这个铁脚线 他说有的都已经坏了 有的很脏 也洗不干净 擦不干净 把它全部挖出来换了 这为什么 就是你们能听到冰啊棒啊 这种声音 我没办法阻止它 修房子是很贵的 所以呢Sam一般都是他自己来修 这些也只能说是修修补补吧 没有什么大的技术 在美国如果你自己有房子的话 就得学会自己修修补补补 这样可以省很多钱 然后住的也舒服 这是拆下来的东西不能用了 没有人 吃完饭想吃个水果 这是前几天在Hmark买的柚子 想试试看甜不甜 我也不是说要吃很甜嘛 反正我之前买过在别的地方买的酸的 只要它不酸 然后它的甜味正好就已经是很好很好了 看看我是怎么剥柚子皮的 先把两头切了以后 然后把皮划开 然后再开始剥 把厚皮剥了以后呢 然后把它一般 然后一边吃一边剥外面的薄皮 试试看 哎呀 坐在那里看看海面上的风景 享受的生活 不是很大 但是很 看我吃吃看 不酸 我觉得很好吃啊 反正我是一个人吃 所以随便 随便怎么咬 如果你家里人很多的话 那 你得一块一块掰开来 给它们 看这个柚子 吃了一堆皮 一半给我吃了 另外一半用保鲜膜把它包好 你可以放冰箱也可以放桌面 因为现在天不热嘛 第二天可以继续吃 下午收到拼多多一包东西 把它拆开 看看你们有哪些是喜欢的 我买的这个文胸 还买的睡衣 还买了一条很厚的这种绒裤 可以晚上看电视的时候穿 这一套睡衣吧 这是第二套 我买了两套 因为它平时也可以在家里穿 然后这是什么 哦 这个放在车上 就是可以 挂在后座椅上 然后里面可以筛东西的 不知道好不好用 这个文胸呢 这个文胸呢 我是第二次买了 哎呀 穿得真是好舒服 所以我又去买了三个 如果你们想试的话 这个真的不错的 还买了一顶 花园里的帽子 这顶帽子呢 它在脖子啊 脖子的后面有一块布 这块布可以把你的后背 到脖子上的这个部位呢 把它遮起来 太阳就不会晒到它 这是洛杉矶时间下午4点 外面阳光灿烂 蓝天没有一丝云彩 好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